黄鞋 这样跟我分手 咱俩扣五年的感情 既然不是一路人 就没有在一起的必要了吧 小鱼 阿姨 你怎么来了 你受了什么委屈 你跟阿姨说 阿姨回去教训她去 你怎么回来了 啊 等等 我呢 阿姨 您找我是 你跟小鲜都好几年了 本来想着 关于你们以后的打讪 阿姨 我 小鱼 王鲜他只是嘴巴着坏 他心里是有你的 阿姨 阿姨 其实就算他不提分手 我也会提的 既然我已经考上了 开学就要去别的城市了 你 考上哪 这 是他考上了 那你分手图啥呀 我要不提分手 难道还等着人家赶我走吗 你们不要走 谢谢 恭喜啊 小鱼 如果只是异地的问题 这不是因为异地的问题 妈 贵女 既然你开不了口 那就妈来 小鱼妈妈 王选妈 王选高中毕业就出来讨生活 全凭着一把子力气 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我呢 辛苦了一辈子 这才盘了这么个烧饭馆 生活的苦头我都尝尽了 我就想让我的女儿以后 过得轻松一点 王选妈 这有错吗 这是王选那些的 你收好 以后 别来了 方选妈妈 你说的 我能理解 但我不同意 是啊 像咱们考验 是走向成功 最直接 最简单的一条路 但那不是唯一的一条路 咱们小贤 现在是没那么好 那都是凭她本身 自己争的 她悬你底 说明她起一点底 不代表她以后 不能站得比别人高啊 方选妈妈 决定一个人未来的 是要看她的能力 而不是她的学历 我跟她的学历 我看她的工夫 是要看她的 她的学历 我说她的学历 是要看她的 是要看她的 我来的学历 她的学历 是要看她的